好 怕網軍還是怕佩琪 當然是怕佩琪 那佩琪生氣怎麼辦 以前我在台大是這樣 我每次都假裝說 這病人有事就溜走 我現在就比較困難 以前我在台大當醫生 因為那個是生死關頭 不是啊 他每次一生氣 我說這個病人有事 假裝就跑到醫院去了 就溜走 那現在他生氣的時候你怎麼辦 懷榮嗎 我就假裝 假裝懺悔 假裝懺悔 好 如果柯媽跟佩琪落水的話 先救誰 因為上次您要去上小雷時節目 說有準備這一題 然後就沒問到 所以我怕你有遺憾 所以就讓你回答一下 沒有啊 這種題目怎麼可以回答 說誰回答都被宰了 最近在討論社會安全 我們現在台北市 三分之一的人口沒有結婚 這很麻煩 我們台北市是出生率也最低的地方 因為沒有結婚當然不會出生 以前一開始我們就說少子化 後來才發現不是少子化 是不婚不是不勝 因為我結婚的沒有少勝 是不結婚的人百分比太高了 我們這次在處理疫情就發現 這很麻煩 為什麼呢 在國家跟個人之間沒有反衝 因為以前有家庭 總之你生病有家人可以照顧 現在沒辦法啊 現在全部都要社會局派人去 不過這壓力太大了 所以老實講 我現在開始要研究 怎麼鼓勵年輕人結婚 那個結婚方法 我覺得那個 以前都說什麼什麼 要什麼 育嬰補助 我覺得那個沒有效 我覺得是文化的問題 為什麼 50年前大家更窮 還不是剩一大堆 現在 不過老實講 人家講到最後人家被他吐槽 我說你自己的兒子女兒都沒有結婚 自己都管不了自己 所以你兒女現在幾歲了 有30 有20 大家都可以結婚了 但是 就是到失婚年齡 不過現在大家普遍晚婚 這個就 這個就 我看 我看不是只有晚婚 我看是不妙 對啊 連我自己的女兒都這樣想 我怎麼去說服別人 但是這還是得想要辦法面對的問題 因為 未來您有打算選總統的話 這還是國家 國安問題 一定要修改課綱 可能跟經濟 這個方面也還是有關係 他說小時候 也沒有看到爸爸 然後看媽媽好辛苦 他說這樣算了 我們自己錢 自己賺自己用 為什麼要給別人用 所以 連自己的女兒都沒辦法說服 要怎麼說服別人 太困難了 所以 柯媽媽的話 你還是會思考一下這樣子 參考就好了 參考就好了 那如果是佩琪講的 那叫嚴重參考 你要嚴重參考 等級不一樣 不過 你跟媽媽聽了會不會吃醋 不是不是 我跟你講 陳佩琪比較不會管我 我媽媽比較會管我 所以媽媽跟老婆的態度 還是不一樣 陳佩琪比較自由 她就說你喜歡怎樣怎樣 我媽媽就每天 我媽媽就60歲了 她就把我當小孩子 每天耳提面命 我就受不了 她都會看 媽媽看小孩 她說我現在在看電視 哪一個名嘴正在罵你 我說罵就罵 她通風報信 所以媽媽非常關心你 幫我監看call in節目 誰講你壞話就馬上 馬上會跟我報告 我說不要理她就好了 我每天常常打通風報信 誰又在罵你 我說算了 喜歡這張聲音 您需要遇到 媽媽 請你 我沒有 你 我